也要来关心历经将近48小时的海上漂流记 宝评星号昨天停靠在基隆港 经过了筛检确认没有人感染武汉肺炎之后 由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自登船广播 说大家可以回家了 也让船上1700多名旅客瞬间尖叫落泪 谢谢陈部长 谢谢台湾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让我们回来 这段路有一点远 可是我们回来了 历经将近48小时的海上漂流记 宝评星号的旅客终于可以回家了 很怕说就直接在海上漂 在船上漂14天啦 当时听到广播说你们可以下回家了 全船尖叫哭喔 终于可以回家了 对啊对啊 吓都吓死了 听到广播讲说你们可以回家了 开心死了 喜悦心情藏不住 下船那一刻如是重负 我觉得我们像中乐透了 真的那他那句话真的有安慰到我们 全部都尖叫了 就是很感动那一刻很感动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 他们都没有休息一直在照顾我们 是真的对我们很好 接驳车骑往前喔 虽然一度沦为海上人酋 但好在检疫后传来全都呈现 阴性的好消息 民众提着大包小包归心四件 布置接驳车满载 还有民众甘愿掏钱包小黄 就想快点回到温暖的家 谢谢所有来听我唱歌的朋友 那大家加油 台湾加油 而其实在这艘爆瓶星号上 星光一般歌手刘明峰 也因为受邀演出受困邮轮 第一时间他在甲板上自拍影片 报平安 更感谢所有防疫人员 无患肺炎肆虐 让1700多名旅客的邮轮席 显成梦魇 未来还会想要搭 那个下辈子 解冻报道